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月尾舉行 我們繼續介紹各位候選人 6號的梁天琦是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 她說參選是要將本土主義的論述 帶入議會,推動本土意識 一次又一次反水伏合的光復行動 本土民主前線都有參與 我們以本土主義為綱,以勇武抗爭為實 24歲的梁天琦是本民前的發言人 在港大讀哲學和政治 她認為中央收緊一籤多行是他們爭取回來 不過輿論只是批評他們衝擊 說真的,一些衝突的場面如果可免的話 又可以帶來改變的話 那為何要走出來衝突呢? 普遍香港人都是覺得做些甚麼都好 都一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我們這班人的問題 我們是覺得你要帶來真正的改變 你根本不可以計較到那麼多 她說抗爭不能夠只是在議會外進行 所以參加補選 希望將本土主義的論述帶入立法會 我就是覺得現在香港 只不過是給一個外來政權統治 政制上我們要聽這個外來政權 就是中國政府說的 經濟上要讓它拿著我們的命脈 文化上要向中國靠攏 我們不能不警惕 本土思潮究竟是不是鼓吹港獨呢? 楊天琦說是否要爭取獨立 本土派內部都未有共識 最重要的是港人對未來有話事權 他說獨立是其中一個選項 如果你說獨立的話 前提是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要足夠 大部份人 你問他都不會搞得清香港人和中國人 這兩個身份認同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不斷強化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真正要決定香港2047之後的政制安排的時候 如果香港人的選擇到最終都是覺得一國兩制比較好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令更加多人支持我們 令更加多人覺得現在的一國兩制絕對不是一個出來的 楊天琦說這次的補選結果 就可以反映有多少人支持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抗爭手法